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可福音的第七章 一到十三节 先上一次上这两次 我们讲的是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记得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主耶稣基督当时行的神迹 喂饱了一两万人 因为当时记载是五千个男人 所以加上他们的家族 差不多是一两万人 所以主耶稣行神迹 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一两万人 但是世上的人他们看不到 五饼二鱼后面的这些真正的真理在哪里 他们只能看到世上这些吃的东西 就是世上的人只知道 他们拜主耶稣 主耶稣就给他们吃饱了 他们的心能知道这些 他们没有真心的去听 真心的理会 主耶稣先生的教导 所以他们见主耶稣可以给他们一命赶回 可以给他们提供食物 可以满足他们所有物质上的需求 所以他们就想立主耶稣为世上的王 但主耶稣呢 他当然不会去理会这个不买他们的账 然后当时主耶稣就退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去祷告 说白了就是今天的成功神学的人 跟他们也就很像 只关注地上这些好处 然后当时 然后主耶稣和门徒通过 又有在这个 但是我记得弟兄到我们才有在这个海上行走 然后到了这个 叫什么地方 格尼撒勒的地方 在那里有很多人 当主耶稣一下船的时候 大家都跑过去 去让他帮助这些人医病赶滚 在这个时候呢 上一次就是五饼二鱼那个事件之后 主耶稣在以色列百姓中的这个名气 也开始慢慢下降 就是当时五饼二鱼 这个是这个一个主耶稣名气的高峰 但是耶稣不愿意去当他们地上的王 所以主耶稣的名气也就是开始慢慢下降 那在这个时候呢 正好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 开始更多的来找主的麻烦 那今天就是我们 这就顶到我们今天的经文 我们今天来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马可福音七章一到十三节 如果愿意开这个麦克风一起读 也可以一起读 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来读一下 马可福音七章第一节请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 从耶稣大了 道时代的读书 祂们曾看见他的文的文就小 而平时代的文的文的文的寓 就是没有洗的手持法 原来法利赛人和猶太人 没有洗的手持法 还有好些别的回忆他们来的一种 就是其非六次同一等物 同一等物 巴黎 但文社问他说 你的本体是同一等物 照我们的遗传 主主不知放了 只要你们 所谓为赢质人 所谓的 所谓的 就说你们是神兰师 为你准确认识业命 要是自己的遗产 佛西说 教义父说 说说把父母的遗迹 能够让谁愿和父母的 当所在分离之下 以后可乐在 感谢主的话 也感谢听众节目们一起来诵读 一般我在查经的时候 我喜欢按照顺序来查 今天我们查的1到13节 也就是讲了一个重要的事件 讲的是法利赛人找主耶稣的查 然后主耶稣用巧妙的方式来反驳他 我在第七章第七节的时候 把这个放成这个黑体 这个加深的黑体字 就因为七章七节 这个数字也很激烈 七章七节 他们就是这一章 这一节其实是一个道理 主耶稣他说这个犹太人拜神也是枉然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道理先讲 其实是七章七节是这个故事的 这个事件的一个高峰 这个这个对这一个一个高峰 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 七章七节道理讲清楚 这个道理是在讲什么 把这个讲清楚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事件 所以七章七节说 他们将人的吩咐 他们就指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 犹太人 将人的吩咐当做教导 当做道理教教导人 所以拜神拜主耶稣基督也是枉然 这个我当时查清的时候 我刚看到这个经文 我也是吓了一跳 因为他写得非常清楚 主耶稣这个法利赛人 将人的吩咐当做道理教导人 他为什么要将人的吩咐 将当做道理教导人 而不是将神的吩咐 当做道理教导人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仔细查了一下 听了一下好的牧师的讲道 然后总结了一下 在这句经文中 文先看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枉然的意思就是 徒劳无功 浪费时间 得不到收获 得不到任何收获 这个是枉然的意思 所以说这句经文 就是主耶稣 谴责这些法利赛人 文士他们敬拜神的 这是他们敬拜神的特点 他们这种 徒劳无功的这种特点 就是当时因为 这个犹太人 法利赛人 他们敬拜是一种虚假的敬拜 他们不是真心意义上的敬拜神 而是做一些秀 看起来是很 就是看起来这个人很虔诚 但是他们心里却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是做秀的敬拜 这种方式呢 在他们的心里 已经非常根深蒂固了 已经这个毫无意义的敬拜 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在这里这个拜字 所以拜我也是往上这个拜字 拜这不仅仅是就说 去教会做礼拜献祭 这种拜 而是每天怎样去对神的这种态度 去敬拜神的这种态度 主耶稣喜悦的是按声明来敬拜 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呢 他们却是用这种行为去称语敬拜 所以在这个这一节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讲的就是 像我第二个点所提到的 讲的是神所学的方式 去敬拜 和这个法利赛人敬拜的方式 有所不同 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 这几节经文 我们又打在这个屏幕上 就生命纪 OK 生命纪六章四到五节 我们请一个弟兄或姐妹 来帮我们读一下吧 那个荣荣弟兄 荣荣你有方便吗 那个翻下几圣经 生命纪六章四到五节 生命纪六章四到五节 尽心尽心尽力尽力 他也依赫华你的神 这个是旧纪中 神所教导我们的 怎样的去神所使用 这个犹太人去敬拜他的方式 是尽心尽心尽力 爱主你的神 爱也是耶和华 然后在新约中 马可福音十二章 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阮哥你方便吗 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 好 马可福音的十二章 二十八到三十一节 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 晓得耶稣回答的好 就问他说 诫命中哪一 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你要听 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 尽义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 更大的了 好 感谢主的话 也感谢容容阮哥 所以这个 而且在新约中 主耶稣教导我们 他所喜爱 这个 我们敬拜他的方式 还是尽心尽力 尽力的去爱人 而且 这个是 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 如果有圣经 弟兄姐妹 你要再往后看的话 然后呢 这个文士 当时是一个文士 问主耶稣这个问题 当然 文士里面有那几个 是非常清楚的 一般的文士 都是糊里糊涂的 但有几个 也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 这个文士 这个文士呢 问主耶稣这个问题 然后 主耶稣给他回答 然后 32节 接着说 那文士 对耶稣说 夫子说 神是一位 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尽智 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 班纪和各样 各样 祭司 好得多 这个回答 听起来不像一般的文士 他因为这是正确的回答 一般的文士和法律三 是虚假的敬拜 所以在34节 主耶稣呢 也 也给他 这个文士 就是确认了一下 给他confirm 说 这个文士 你真的 盖到这个point 盖到这个点了 所以主耶稣 给他确认一下 说他是对的 主耶稣就说 你离神的国不远 所以就说 在这个故事中 在这个12章的 这个28节的这个故事中 主耶稣 希望他喜悦 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 而且还确定了一下 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可以进天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犹太人 这些文士和法律赛人 是如何的 敬拜神的 东行 你方便吗 以赛亚书一章 十到十三节 以赛亚书一章 十到十三节 你们这所多玛的观长 要听耶和华的话 你们这文摩拉的百姓 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误 耶和华说 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 与我合意呢 公棉羊和班纪 和肥絮的支油 我已经够了 公牛的血 羊羔的血 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 谁向你们朝这些 使你们践踏我的愿力 你们不要再献屈服的贡物 相比是我所证明的 月宿和安息日 并宣招的大会 也是我所证明的 做罪面右手 严肃会 我也不能容忍 感谢主的话 也感谢宗情 所以在以赛亚书 主耶稣也强 神也强意地批评了 犹太人 他们这种献祭 虚假 给人看 做秀的这种方式 强烈批评他 然后再来 就是真言的21章27节 韦杰你方便吗 真言21章27节 OK 接受一下你方便吗 真言21章27节 你要谁 我来 你读吧 那我来读一下 恶人的祭物是可证的 何况他从恶意来献了 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宗情 所以这些真经文 就是举一下例 就是当时 法雷赛人和文士 他们是怎样敬拜神的 而且神已经很清楚地 告诉他们了 说你们这种敬拜方式 是我所厌恶的 但是到了新约 他们还是一种方式 来敬拜神 而且他们也觉得 他们自己非常的正确 那当然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们这几节经文 就可以看出 神所徐的是什么方式 但是法雷赛人 犹太人这种文士 他们所敬拜的是什么方式 这是完全的不一样 完全的背道而实的东西 一个是神让我们 真的从心里去敬拜 而法雷赛人 他们只是外表上的敬拜 而且他们还坚信 他们外表上的敬拜 是可以得救的 在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 这个章节 如果大家有时间 有限期的话 可以翻到以后 结束以后 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的23章 这个23章就是主耶稣 如何谴责这些虚假的 法雷赛人和文士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先给大家讲清楚 神所喜悦我们 敬拜他的方式 和这个文士法雷赛人 所敬拜他们的方式 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 今天这个事件 OK 记得我们刚才讲到 耶稣在这里为一般人 为众人来医病肝鬼 为他们治病 不是因着 主耶稣知道 很多人他们都不信 但因为因着怜悯 主耶稣愿意 医治这些人 去为这些人帮助他们 然后 大家都是满心欢喜 来找主耶稣 聚集到这里 来找主耶稣来看病了 但是这时候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来找查 经文中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 又提到从耶路撒冷来的 也提到从耶路撒冷来 就是来指示他们的权威 这个是从 大城市非常有权力的城市过来的 所以这种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也代表着 代表他们信仰的权威性 所以说他们的信仰的权威 来去挑战 这种 尽心尽力尽钱的主耶稣 给他之间的教养 所以他们来找主耶稣查 我当时就很奇怪 我在查了这个经文的时候 大家都来看病了 这些人非来找查 我在想 当时会众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大家来看病了 大家找查的 对吧 然后第二节说 稍等 然后文士法利赛人 就看他们门徒 就看主耶稣 他门徒中 有人没有洗手 就开始吃饭 给大家强调一点 这里的洗手 这里洗手不是我们说的 就是那种吃饭前洗手 不是这个洗手 因为当时 这个 犹太人他们放羊 放牛羊 他们也很清楚 当放牛放羊 放完以后 他们手是脏的 脏的这个 吃了这个 不洗手的话 把这种脏东西 这种泥土 什么的吃下去 他们肚子会疼的 他们很清楚这个道理 因为他们已经这个 放牛放羊 放很长时间了 他们很清楚这个道理 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细菌 什么东西的 没有那么细 没有知道那么详细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他们很清楚 吃东西前要洗手 手上不洁净的东西 会闹肚子 这个是他们知道的 但是呢 这个经文中 所说的这个洗手 什么意思 这个洗手是 法利赛人 文士 犹太人 他们所定的一个 人所定的礼仪 就像第七章说的 第七节 当说他们 敬拜他们自己 所定的这个 传统这个礼仪 他是这个洗手 洗的 这个洗手 说的是这个宗教的礼仪 因为在 三节和四节的时候 说原来法利赛人 和犹太人 都居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止于洗手 就不能吃饭 古人的遗传 就是说 一些历史背景 就是当时在 摩西在西乃山上 从摩西在西乃山上 接下十节开始 神教导犹太人 如何怎样行 怎样行 所以犹太人 就开始着重于这个律法 所以以色列的宗教领袖 为了更好地 维护这些律法 就制定了很多律法以外 维护律法的东西 规章制度 就比方说 为了不让你 找事 你就给你进枪 然后以后估计会进刀 以后估计又只能用个指甲点什么的 就是他为了 他的理由就是 我要帮助你 我不能让你维护律法 我是对你好 所以我最近很多东西来维护这个东西 这个律法 把很多权力从人手中拿走 慢慢的慢慢的扩张 然后把这些所谓的 不是律法的律法 压到这个老百姓的身上 而且他们还是说 我是为了帮助大家 不出发律法 是一个好事 然后呢 对 这就是 所谓的这些犹太人的传统 这种习俗 慢慢的 就作为律法的一些诠释和延伸 慢慢的积累下来 慢慢积累下来 然后这个洗手呢 洗手当时是 给祭司说的 让祭司在献祭 或者在 这个敬拜前 把身上洗干净 去就是代表 除去一些 一切的邪恶 一切的污秽 然后才去 满怀 洁净的去 去敬拜神 其实当时 这个也是一个礼仪 如果当时 他们心是不洁净的 他们再洗干净 那他们还是不洁净 还是会被击杀 所以就是这个 洗手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礼仪而已 但是呢 有他人 他们把这些 不是律法的律法 比律法还严苛的东西 加到他们每个人身上 就说 我是帮助你 然后这个经文上也说 他们历代居首 就是洗杯 罐 铜器等物 就说不仅洗手 他们杯子 罐子 其他铜器 等等东西 他们都有 这种相关的 借条 应该怎样弄 怎样弄 怎样弄 非常详细的借条 经文上也说 从事上来 若不洗浴 也不吃饭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你去市场 去买东西 去超市 那你肯定 很正常情况 还是肯定是不洁净的 因为到超市中 你肯定会碰到一些 不洁净的东西 或者你会碰到一些 可能会碰到一些 不洁净的东西 可能会碰到一些 不洁净的人 可能不小心碰到一个 外邦人 可能不小心碰到一个 摸过死人的人 等等 反正你的手是不洁净的 所以回下来 第一件事 要做一个仪式 来洗衣 洗衣手 来除去 这些所谓的不洁净 做这个礼仪 做这个 这个 借条 所以这个 这样的礼仪 借条 慢慢的累积累积 把这个 然后加到这个 几百年过去 加到他们 这个 犹豪人 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他们就负重前行 所以这种 方式 这种 维护 律法 方式 是非常荒谬的 他没有 偏好是这样去 走火入魔的 去维护 那个 那几 那几条 律法 然后 我又查了一下 这个资料 就是在 主后的一百多年 就是 主耶稣降临 二百 二百多年的时候 这个 拉比 叫 耶乌达 把所有的 这些犹太人的 这个传统 宗教礼 汇总起来 有传统是 这个 他所汇总的东西 有的 汇总的东西里边 有的是很好的 有很多是 的传统 是非常愚蠢的 他把这些东西 汇总起来 这个东西 给他起了名叫 米士拿 这个米士拿 就是整个的 犹太宗教的 礼仪 规章制度的 一些总结 然后米士拿 它本身是 重复的意思 然后 就是多重复 这些礼仪 这个 规章制度 等等 这是米士拿 米士拿的作用 就是让犹太人 就是 犹太人的方法 来解释律法 他们看到米士拿 他们 本来律法是 是要求你做一 但是米士拿 教授你做一 二三四五 比方说 刚才我们有提到 怎样洗杯子 罐子 据说在米士拿里面 他们有三十个章节 都是在讲 如何洗杯子 罐子 这种东西 怎样才符合 底液等等 米士拿已经 就是很听起来 就非常的荒谬 非常的 这个可笑 米士拿 就是米士拿本身 他们有 已经有这么多东西了 他也非常的详细 但是呢 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米士拿 里面的规章制度 米士拿已经很详细了 但是我还想 在解释解释里面 一条一条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有了这个 格玛拉 然后格玛拉的意思呢 是这个完全的意思 所以格玛拉来解释米士拿 所以他们两个 和平要一起加起来 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 或许听说过的这个塔木德 他们就是来去 按照塔木德 来去遵循他们这个宗教 他们以这种方式 来敬拜神 所以当时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这个认识的这个犹太人 他们是真正还是犹太人 他们跟我讲啊 周六 周六他们不可以去任何地方 他们只能待在他们的宿舍里面 因为他们要按照律法而行 那预料按照他们的 这个规章制度 按照他们这个传统而行 他们不能玩手机 不能什么坐电梯啊 什么因为你碰那个电 摁电梯那个摁电梯的那一下子 用到了力量 你不是在你不是在安息 你是在用到力量 所以很这个可笑的一些东西 但他们还在这上 所以呢 当主耶稣 前几章我们讲过 当主耶稣给他们真正讲道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呢 听起来说哇 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就是说主耶稣是有权柄的 因为他们每天听得到 就是那些传统的拉比 那些文士 玩文士给他们讲 据这个我们的宗教礼仪来说 我们应该应该怎么做 据这个我们的规章制度来说 我们遇到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 这是他们每天要听的东西 所以主耶稣来给他们讲道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是神 你不能这么这么说 所以就是有权柄的讲道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反馈 和跟原来讲的联合一下 就是所以说这个 犹太人听到主耶稣讲道的时候 听起来就是不一样 因为主耶稣是有权柄的 据一些资料显示 犹太人的把这些 刚才我说的这个唐木德 这些传统啊 规章制度礼仪 看着比圣经神还重 所以违反这些传统的 比违反圣经神还要严重 他们不管里面的东西 他们只管外表 这个以赛亚书29章13节 说明了这个宗教的一个 就是宗教的问题 就是批评 这个 宗教 方言吧 方言那个方便吗 以赛亚书29章13节 读一下 13节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 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敬畏我 不过是你受人的吩咐 感谢主的话 也感谢方杨 这个神也说 他们敬畏我 他嘴唇敬畏 但心里不敬畏 这个就是外面 versus 就是外面和里面的不一样 他们只是做一些礼 怎么说我真爱神等等 他们估计出了他们的会堂 然后就跟世人差不多样子 除了这个礼仪方面 其他的应该跟世人差不多样子 心里想的跟世人就是一样的 我记得我原来刚出国的时候 有远方的家里的亲戚问我 你这个是在这宗教的吧 但是我听得很变强 因为我们是基督教不错 但是对于我们真正的 从心里面去爱神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单单的宗教 因为我们所信的 不是一些教条等等 而是用心尽心尽力 去爱住我们的神 所以感觉如果说我们是宗教 我们信的是一个宗教 还是有点不太完全正确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因为 信的这个教去做一些什么 比方说今天去敬拜 然后我们每个月或者每周 我们要吃圣餐 把这个做了 我们就是很好的基督教 不是这个 我们是从心而出的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 信的不只是一个宗教 而是真正的去用心 来去活出这个诸索学的神 然后呢 这个 我又提到这个外面的敬拜 和里面的敬拜 我们刚才讲了 也就是这个 法律上人文士呢 他们就是 他们只强调外面 他们要降低神的要求 因为外面这个 敬拜的样式 装个样子去用拜 和真正心理的敬拜 是不一样的 如果装个样子敬拜 没有太容易了 每天该做什么时候 都做一下 就没事了 但是 然后他们 这种文士法律呢 他们不管你心里 到底真不真正的敬拜 他们不管 他们不管 他们只管外面 因为人在 从心里面去 人的心里面是最不服神的 所以从心里面敬拜 是能够太累了 比方说这个 每个人都有低落的时候 低落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 要去再次和主亲戚 再次领袖 再次回到主里 那每次这个时候 都怎么做 这是一个很累的事情 但是如果每一天 就是把那些 礼仪归章制度搞一下 那那个是不难的 那个虽然花费一点点体力 但是没有一些 心里面不累 说白了就是这样 没有一些 这种真正的 心里的这种 effort在里面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就到这个是 我们刚才讲的是 洗手的事情 延伸这些背景知识 然后呢 他们批评主耶稣的门庭 那主在七章七节的时候 就 就直接 七章六节就开始 来去 先引用 刚才以赛亚说的经文 然后直接反过他们 你们这些人敬拜 就是白敬拜 就是往人去是不废了 就白废了 然后呢 主耶稣就直接 说OK 你们是 看律法为重 对吧 那就直接给他去律法 这个例子 就直接打脸 说 他们说 哎 不 主耶稣说 当时摩西说 你们说律法 摩西说 你们要孝敬父母啊 咒骂父母的 必至死 必至死他 必死 对吧 主耶稣给他们讲这个道理 然后你们 又说啊 人肉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 奉给你的 已经奉献给神了 啊 就就不用再奉献奉养父母了 那就是说 神教导 在立法上教导 以色列人 说你们要孝敬父母 不孝敬父母就死 但是这些文士 法利塞人呢 他们的解释是 OK 那就是 比方说 哦 你家啊 你爸爸妈妈 生活很艰难 需要经济知识 但是呢 OK 我现在有钱了 我不给他们 我说我把这钱 给他神了 哎 这样我们就可以 他就可以逃脱这个 不敬 不孝敬父母的这个 律法 哎 他这些 反而是叫做前程 然后最后这些人 这些钱呢 还是花到犹太人 他们自己身上 是为着他们 错误的敬拜 把他花掉 这就是 犹太人 他们的这个 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 是如何批评 犹太人 他们的这些 所谓的律法 所谓的这种 传统 是这个 是真正的 把那个律法 放到一边 把神所许的量 放到一边 而去建议他们 自己的 自己的认识 他们 就建议他们 自己的敬钱 把神呢 当作挡箭牌 当作这个 excuse 当作这个理由 你看 我不把钱 你看 我奉献给神了 他吹着大鼓子 去说 我奉献给神了 大家都知道 他把这个钱 奉献给神了 说哎呀 你父母啊 我就 不能不能 不能不能 就不能 不能这个 那不能去 忘祝你了 所以这是 就是 维苏 反目他们 直接打脸 就说你看 你们这些搞 你本来说 是你 真认识立法 真想象的 敬拜神 对不错 很好 但是你们搞的这些 礼仪诡章制度 这就跟律法根本就背了二持 对吧 所以 就直接 拆穿他们 其实我的slide在这边 就直接拆穿他们 然后在后边 以后你们就不容 他再奉咬 13节 这就是你们 承接遗传 废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直接挑明他们说 你们就这么 再接这么弄的话 就是废了神的道 就是跟神废掉而始 根本就是神不许的方式 你们也根本不能得救 就是直接揭穿这些礼仪 犹太人礼仪的虚伪 虚假 这个 这个虚假敬拜人有祸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个马可福音 12章15节 有提到 主耶稣基督 神 他知道谁是假冒伪善 所以 不管是以色列人 犹太人 这个 这个法律赛 共和他们 还有今天的我们 如果我们 是假冒为善的 我们跟那些 法律赛人文师都差不多 因为神 我们到底是不是假冒为善的 所以说虚假敬拜的人 有祸了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虚假敬拜 神知道有虚假敬拜 那你就当然有祸 因为你都了就 对吧 所以 怎么办 那这帮法律赛人呢 他们要想得盟救赎 他就必须会赶 这个保罗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 清学中的保罗 这是很好的例子 他的斐利比书三章 他也提到他自己的这个过往 说原来也是一个 法律赛人 是法律赛人里面 最法律赛人的人 就非常维护他们这些宗教 这个礼仪这个传统 但是他最终认识的神 他就悔改 三章 菲利比书三章七到八 也就说 所以 如果现在 弟兄姐妹 如果有兴趣的话 继续想听一听 这个教会方面的 这个真假 等等 什么是真正教会 什么是伸缩曲的教会 欢迎 这个听 中道堂主日讲到 现在实价展入系列 也讲到了 这个教会方面 敬拜方面的事情 也是非常在抨击 现在的这些假教会 假敬拜 装模作样 浪费时间 荒废生命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 就是总结一下 这个 在这里总结一下 就是 如果 真的 有认罪悔改的话 方式不是去遵循这些礼仪 而去 真正的委身 到神的面前 承认说自己 确实不行 需要求主帮助 感谢主 今天 我这个内容 就这些 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有没有 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 有没有问题 还有问题吗 可以打出来 没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由自己 分享感悟的事情 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愿意的 如果有其他问题 就是和今天查经 没有关系的一些经文 一些程序上问题 任何问题 如果想问的话 这会儿也可以来问 如果有的话 大家好 弟兄你好 你好 软葛在是吧 软葛在在在在 对我想 软葛我想 你能不能给大家 给解释一下 就是说 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在聚会中 要听神的道 除了这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意义没有 因为有的时候 大家聚会 就是为了要听道 然后就会对这个 讲道的人的水平 品头论足的 但是神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他的最深的意义在哪 你能给解释一下 说一下吗 不可停止聚会 它主要的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 这个关于教会的主题 因为教会 我们基督徒 我们一个人成为基督徒 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单独 我自己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个人 不是 我们信徒以后 我们是进入一个圣徒的 有共同认性的一个圣约的一个群体 所以这个是基督信仰的这个群体性 所以圣经里面的反复的强调 这个群体性 所以我们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 是何等的残阔高深 主耶稣说你们彼此相害的时候 众人就认出你们真的是我的门徒 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人靠修炼的时候 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不是的 而是说众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告白里面 我们讲的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们的这个不可停止聚会的 最根本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一条 主耶稣说当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时候 我就在他们中间 所以因为呢 人的彼此呢是不容易同心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心思 所以呢他这个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为什么能够同心到一起呢 因为圣灵呢是惯呼我们众人之中的 所以当这个神的话语在宣讲 圣灵在我们中间 做这个感动的工作的时候呢 大家彼此之间的这个信心啊 是能够得到激励 能够得到建造 所以为什么说 真教会很重要 真的教会生活很重要 原因也是在于这个 就是说你如果说 因为现在很多华人教会很差 然后也有很多人去美国人教会 去美国人教会呢 你可能能够找到一个 这个就讲到很好的教会 可能 但是呢你非常不容易呢 有这个教会生活 那这个呢 因为我是在韩国教会里面信主的 所以我很知道这种感觉 就是说这个文化的隔阂啊 是很大的 你哪怕是韩国人跟我们是 相貌都很像 但是呢 他这个语言的这个母语的不同啊 他还是有一层很深的 这个文化的隔阂 所以呢 这个文化的隔阂存在呢 就使得呢 你没有办法 跟别的圣徒之间 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没有达到这个神的美意 神要建造我们的 不单单只是让我们听听知识 就是说弟兄姐妹们 这种远程的在网上听知识 是可以的 但是呢 很重要一点的生命的建造 它一定是在教会当中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软弱的时候 你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立刻能够看到 对吧 他能够看到你 你今天为什么 好像很忧愁的样子啊 他会安慰你 他会鼓励你 对不对 他会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你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神借着他来 对你说话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甚至是呢 不一定都是这种 不一定都是这种 大家很开心 彼此相爱的时刻 也有大家彼此讨厌的时刻 对不对 彼此冒犯的时刻也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也是神对他的 子民的一种磨练 因为我们人呢 本来都是为自己而活的 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 都是刺头 但是呢 神就是要把这些刺头 放在一起 能够彼此磨合 所以呢 这个真言里面讲啊 这个 铁磨铁磨出任来 弟兄香港 也是如此 所以呢 教会里面啊 两个弟兄 或者姐妹之间 他有矛盾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考验 个人的这个属灵 成熟的时候 但是呢 如果这些人都寻求神的心意的话 他们的生命呢 在这样的争吵当中 他们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会得到神的建造 所以就说神给基督徒的建造呢 一定是在教会当中建造起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停止聚会了 或者我们只是参加网上听到 或者说只是去一个 跟我们人文化有隔阂的教会的话 你来来去去啊 就是说你最后变成一个 游走于教会以外的人 虽然表面上说 你属于那个教会 但是呢 你要考虑一点 你那个教会里面 有没有人跟你有真正的生命上的连接 你比如说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生病了 你有好几头没去教会了 有没有人惦记你 有没有人就是说 记得你 或者想起你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嗯 好 谢谢阮格的解释 真好 对 所以我鼓励大家呢 尽可能的在本地呢 都找到一个教会融入进去 而且呢 教会呢 是没有完美的 你不要指望一个完美的教会 没有完美的教会 所以 你在其中呢 你就委身于其中 然后呢 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 你就求问神 给你的旨意是如何 要怎么样 要如何去行 补充几句 圣经里面具体讲到 不要停止聚会 是在 那个西伯来书里面 那么 西伯来书是写在 写给 处在 逼迫当中的教会 应该当时是写给主体 是犹太人 西伯来人的那个教会 那么特别 在那种情况下 吩咐 也就是说 特别是出于 比较困难的 这个 逼迫中的教会 大家彼此的 那个常常的聚会 彼此的扶持 帮助 尤其是重要的 如果落单的话 在那种艰难的 情况下 一个人就 很难支撑下去 这也是 这也是特别 神要我们 就是在 护卫肢体 在主耶稣的身体里面 护卫肢体 特别在那种 情况下面 尤其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是 国内的教会 还是在 美国这边的教会 这种逼迫 这种各式各样的 那种来的 那个逼迫的日子 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教训 其实也会显得 越来越重要 我也想补充几句 我是文霞 就是刚才弟兄 讲到他说 就是说 就是最后 那个今天分享的弟兄 说虚假的敬拜 就是 好像我不是太 太太记得他的原话 好像他就是说 尾声一个教会 是这个意思吧 刚才是 弟兄是这么讲的吧 是 像最后你讲到说 是尾声 要尾声一个教会 算是 你是问我还是问 就是问你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就是你带领的吗 今天你好像有讲到说 虚假的敬拜 就是说 就是如果不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做一个虚假的敬拜 我们要尾声一个教会 你是有这样讲的吗 这个 我其实我没有讲到教会这个层面 我只是讲到这个虚假敬拜的层面 就说 比方说 今天我们在经文中是 法利三人文士 这些人是虚假的敬拜 那么现在呢 所谓虚假敬拜 就是我们这个 对福音的理解 只是这个 一天做个礼拜 唱一唱圣诗 领一领圣餐 听一听讲道 读一读圣经就完了 没有真心的去理解神的道 没有真心去这个 遵循神的道 这个是虚假的敬拜 如果跟这个尾声的教会 来联系的话 我不太会回答 还是 阮哥刚才 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我想这个主要的意思 不是讲尾声教会 而是说要诚实在神的面前 就是说 就是说真实的敬拜 他一定是 有一个对神的尾声 有一个对神的顺服 这个就我们 讲的这个 诗价载路系列一个歌文演 所以一个 一个人背着诗价 就是 写明了他是向神低头 这样的才是真实的敬拜 好那你这样补充就 就是刚才我听可能没有听清楚 因为好像 我刚才听到说 就是说 我们尾声 就是好像 就是 讲到特别 讲到尾声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 我想分享的呢 就是说 其实尾声 不一定 代表着不虚假 因为如果尾声 尾错了的话 其实在神面前 也是一种 也是让神 厌恶的 因为 所谓的虚假的敬拜 我现在的认识 他的原因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 如果这人知道是真神的话 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来虚假的敬拜 所以虚假敬拜 其实前提之一是 第一 他不认识神 他对神是完全 神的至高 神的全能 神的这个属性 是不明白的人 他才会 敢有这样的虚假 我自己曾经也有很 我自己的一个 重生的经历 就是 我信主很多年以后 有一次 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 我常常做这个见证 就是在读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的时候 那天神说 你坐卧 躺下起来 我都晓得 你舌头上的每一句话 我没有一句不知道 那天这句话 在我生命中 给我的亮光 就是我突然 非常的 悔改 我说主我在你面前 那么多年 做剧都徒 我从来都没有 这样的去认识你 就是 我坐卧 躺下起来 你都晓得 那我在教会 所做的事情 都是坐在长老面前 弟兄面前 牧师面前 大家对我 都是有一个 很敬虔的称赞 但是我心里面 被神光照的时候 那一天 我知道是我 重生的那个开始 所以我觉得 我们所谓的敬拜 其实第一 原因是不认识神 第二 就是认识了神以后 就是不能 第二呢 就是按照自己 认为的认识神 就是 就好像说 我可以尽心尽力 但是我完全不懂得 这个神的心意 所以我的这份 尽心尽力 不能说 这个尽心尽力 也不能成为以后 我在神面前的 一个理由 所以我记得 我们这个群里面 前几天 还是上星期 有个弟兄发的 就是说 一个 一个教会的 那个特点 是三个嘛 一个是 忠心传讲 神的道 第二个就是 恭敬的实行胜利 第三个就是来 认真诚实的 执行劝金 我觉得不管是 华人教会 还是美国教会 如果是这样的教会 就是真教会 这三个 你说它是律法吗 不是律法 这个是和神 心意的敬拜 所以 在这个 今天的经文说 将人的吩咐 当做教导 其实这个里面 弟兄也是特别 把这个提出来 其实这个应该是说 是这人是自己造的 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所以 因为 因为是人的吩咐 所以拜的是神 所以用人的东西 人拿给最好的给神 但是并不一定是神要的 神要的 神要 所以就是一个教会的 这个讲台的信息 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 我们人是很容易 在一个宗教的形式里面 自我满足 然后那个形式主义 道德主义 其实就是法律塞 我们 我以前认为的法律塞人 好像就是圣经上说的这些 他们懂律法 或者怎么样 其实做一个法律塞人 也很不容易的 他们要事事点点 都要做到 所以圣经上说嘛 如果你们的意义 不超过法律塞人的意义 你们断不能进天国的 所以其实法律塞人 是尽心尽力 所以在以前的 还有那些修道院 修道士 他们都是在好像 在外面是非常刻苦的 但是 今天 我们如果是对神的认识不够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说 陷入到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不用律法 因为神是爱嘛 我们就可以随便 但是 就是我自己的见证 就是 那个话跟我 就是诗篇 119篇 跟我说以后 我就 从那天以后 我心里有一个印记 就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在人前 人后 人看得到 人看不到的地方 神是看得到的 我是面对这位神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对神的一个认知 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开启 就比方说我们在 祝福上面 我们大家来聚会 虽然我们不开视频 你也看不见我 我也看不见你 但是我们每个人 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所以如果有这个意念的话 不论今天我们是坐在家里 还是坐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心 其实是场露在神的面前的 所以我想分享的 就是说 就是 批 就是说对其他教会的 这个一些教会的这个 现象 我也在美国 我也是在这个教会的现象 而且我是很传统的教会的 出来的 所以 传统教会也有传统教会的问题 那 其他的教会也有其他教会的问题 那 其实 今天 今天我在这个里面 我在预读的时候 我就是 再一次的就是被提醒 就是说敬拜 其实 完全不是方式 但是我们现在 真的是很容易被方式 被形式 被一些外在的东西所吸引 也用这些来判断 这个教会的 好与坏 其实 教会真的是 这是在神的 刚才弟兄说了 如果我们 尽心尽力传扬神的真道的话 高举基督的话 一定是与这个世界为敌 与这个世界为敌 一定是会受到逼迫的 但是 所以 但是这个里面 就是 因为我们 面对逼迫的这些能力和勇气 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对神 的不断的一个认识的加深 所以教会的讲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遵守诫命的实质是因为 因为爱嘛 后面是因为爱 所以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说不遵守 也不是说要死要遵守 因为圣经里面一直讲的就是 就是人 人坏是因为心坏 人脏是因为里面脏 人里面根本就没有意 除了神之外 所以我们真的是除了神也是 再也没有可以有任何的敬拜的方式 和敬拜的态度 比我们有一个圣洁诚实的心 在神面前更合他心意的 这是我今天想分享 谢谢 好 这个Lachel在这里还问了一个问题 信徒 门徒 使徒 教徒 有什么区别 其实信徒就是门徒 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么从外邦人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为我们是基督教教徒 是那个也OK 我们也不用去否认这一点 但是呢 形式主义上 是教徒的不一定 真的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他不一定真正的重生 但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他一定是主的门徒 那么使徒呢 是不一样的 使徒呢 他这个顾名思义呢 就是主所拆派 就是主所拆派的这个信息 所以使徒呢 他是有一个 有一个狭义上的概念 就是说要 见过这个复活的主 领受过他教导的 这种呢 才能够算使徒 所以呢 这个大概公元第一世纪结束 基本上使徒就没有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 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根基啊 就已经是奠定好了 所以今天有一些人 自称自己是使徒 然后到处给别人 案例为使徒的 这种你不要相信 大家还有没有 这个问题和分享 那就是信徒和门徒 是一回事吗 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 我们在一次讨论中 门徒和信徒有什么区别 然后呢 应该是一回事 但是有 很多时候被人分开了 共和人为的分开 讨论了两个小时 然后那个 有了 一位门长的问我 那你现在是门徒吗 我说我 我是信徒 然后我就说 我对门徒好像是 因为是主耶稣 带了十几个吧 我就觉得 我好像跟他们 不能相提定论 我把使徒又混了 门徒又混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问题 从上周 就这周一 到困到我现在 我一直在 我也看了好多 但是没有 结果又出来了 教徒和使徒 所以我这四个 就更混乱了 今天你给我 一解释 我就明白了 信徒就是门徒 使徒是不存在的 是吧 对 终于弄明白 我这就是有个问题 我必须要搞清楚 我心里也存不住 这个疑问 谢谢 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 信徒和门徒是不分开的 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 确实有把他们人为分开的 这个做法 但这种做法 是不对的 因为有的地方 把这两种分开 认为是比较追求的 叫门徒 然后一般信性的 你就不用怎么追求的 也算个基督徒 也算个信徒 这种分法 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 你真的是信耶稣的 你就是做他的门徒 就是要效法基督 因为门徒 他本来意思是学生的意思 你要信耶稣 你就是学他的榜样 跟从他 效法他 是一致的 没有这种 上帝不这样分的 但是可惜在教会里面 常常人为给他分开 对啊 确实是信徒和门徒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问过 但是英文以后 搞得我有点混乱 我觉得我很追随啊 我天天 叫着主的话 要这样做 要那样做 我就觉得自己 还达不到门徒 门徒就是 主耶稣的十几个门徒 今天终于搞明白了 我也是门徒 感谢主 感谢主 大家还有没有 别的问题 快点分享 我想问一下 就是真言书 三十章 那个里面 有三次都讲到 是有三样是不足的 连不够说的 共有四样啊 还有是说 是第正中的有三样 连第单起的共有四样 后面二十九节 还有一个步行 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 威武的共有四样 就是说他这个文法 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不太明白 这个我也答不上来 具体是要问 他问这个文法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可能是就是他们的一种 一种 就是他们一种书写习惯 就像写诗歌一样 仿佛用他 这个呢 我回头可能需要 朝他西部来问 因为他有一些东西 要在原文当中 才能平得出来 好的 好的 谢谢 还有没有 有有有 我还有问题 你说请说 对了 我感觉那个 这个 名徒 信徒 使徒 还是有区别的 名徒的前提 必须是 这个耶稣的学生 因为 名徒 名徒 那个 本意 或者含义 就包含 那个 学生的意思 所以说名徒呢 我认为 必须是 那个 跟随着耶稣 学习过 追随过他 这个是在他 那个 是身边的 但是信徒呢 信徒是 只要是那个 解决了信的问题 那就统统是 那个什么 信徒 那个 信徒里面 包含着 名徒 应该是一个 包含的关系 但是 名徒呢 必须在 这个 必须是这个 耶稣的这个 学生 这个 可惜 这就是我刚才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种 人为的分法 不是那个 人为的 因为 因为 我认为 信为耶稣之后 这个 使徒是什么呢 使徒是必须 承担的 那个 传播 那个 这个 这个 福音吧 就是 换句话说 那十二个门徒里面 有的 仅仅是 门徒 但是他不是 那个 使徒 那么那个 对 不是这个 不是说 十二个 门徒里面 是说 耶稣基督的 门徒里面 的确 只有 那些 被主 所拣选 指定 拆派 去 传福音的 其中的 一部分人 奠定教会 写圣经的 只有那部分人 才被称为使徒 这个是对的 但是呢 信徒跟门徒呢 就不能那样分了 因为 简单的说 你信了耶稣 你要不要跟他学呢 要不要效法基督呢 那你 既然是 要效法基督 那你 还不能称为 门徒吗 对 大使命 大使命 你所拓有没有圣经 翻开 马赛福音的 这个 二十八章的 这个 这个 十九 他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 做我的门徒 而不是说 使万民 做我的信徒 你看见吗 所以我们 所谓的 信徒 其实就是门徒 如果说 不想做门徒 又想做信徒 是没有这个事 在 在耶稣的 这个定义里面 没有这一回事 马赛福音 二十八章十九 好嘞 好嘞 我明白了 谢谢 对我们的教训 就是说 我们真的要信耶稣的 就好好地跟随他 效法他 要长进 你不能说 我今天 就信了 然后就停在那 不长进 我拿到天上的门票 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好像登个祭 那我就 其他的没有我的事了 这个不是主的教导 因为啊 在这个教会界里面 就是说 很多人 他观念里面的信 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以前我们如果信佛 信菩萨 对不对 拜拜 那我们以为的信 就是那个 但是事实上不是的 圣经中 关于什么是真正的信 它是有一整套的 这个教导 所以我也 打个广告 就是这个 我的这个 十家载路系列里面呢 在其中有一讲 讲到人的信 大家可以听一听 你就知道呢 圣经中所说的 就是说 耶稣眼中的 哪样才算 是信耶稣 大家可以听一听 所以呢 很多人以为说 我信耶稣了 其实在耶稣眼中 看来是没有 所以我们 要真正信耶稣的话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主耶稣说的 这个信到底是什么 好像是第八讲 还是第七讲 叫人的信 大家可以听一下 好的 好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或者分享 好 那如果 没有别的分享 和问题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才是天父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 谢谢主 你之前 宝贵的话语 你提醒我们 让我们 也是来 反省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 属灵 我们的敬拜 我们平时的事奉 是不是真的 讨你的喜悦 蒙你的悦纳 是不是 是尽心尽性 尽力尽意的 爱你 爱你 是不是因为爱你 愿意顺服你 讨你的喜悦 所以 愿意 在外面 生化出 蒙你愿来的行为 而不是倒过来 想用自己 想用自己 所立的规矩 以为达到了 这些规矩 外面的要求 就是 讨你的喜悦 主要 我们 人心鬼诈 我们 我们 还有 残余的罪行 在我们里面 这个陷阱 我们 也是很容易 掉进去 我们就求主 帮助我们 让我们 不要陷在 宗教的虚假里面 而是真正的 以心灵 与诚实 在灵里面 在真理里面 敬拜你 能够蒙你的 愿纳 也是愿意 见你面的时候 也是能得到 你的称赞 感谢主 帮助 我们的教会 帮助 我们所有 一起 诚心愿意追求 你的利用之美 愿意我们的生命 动能够荣耀 感谢赞美主 祈求祷告 释放 耶稣基督 把给得胜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感谢主 在美国的弟兄姊妹 晚安 在国内的弟兄姊妹 早安 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谢谢 再见 拜拜 再见 雖靳